那个陪你晚睡的人 一定很爱你 如果你问我很爱一个人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的脑海中只会浮现 那个人的模样 有人说爱他就是恨不得 向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介绍他 有人说爱他就是 不过万水千山 也要找到他 也有人说爱他就是走很远很远的路 也想去拥抱他 是啊 专心爱一个人才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我爱你这三个字藏在每一个 与你相处的细节里 他会陪你早起看日出 也会在你深夜寂寞的时候陪你晚睡 上周我去机场接朋友 朋友刚从法国回来 我以为他见到我 会立刻飞奔过来 谁知道他低着头 拼命地在打字 手机上显示现在是凌晨三点 我就问他这么晚了 还有人跟你聊天啊 朋友跟我说 男朋友他偏要 等我下了飞机才睡 我都说这么晚了就不要再等了 他也出差呢 他不愿意 就一直等 我每次晚一点回家的时候 他都要等我安全到家才睡 久而久之我都不甘挽回了 虽然他的语气当中有那么一点抱怨 但是脸上的笑容 却隐藏不了那丝丝的甜蜜 在一对爱情里我们总想要为对方清起所有 其实哪有那么复杂 因为最好的爱情 其实能够给对方最想要的陪伴 每个失眠的夜里 他其实已经困到眼皮打架 但还是忍不住担心你的情绪 怕你一个人熬着 慢慢长夜 太过于辛苦 他怕秒睡过去 所以都不敢躺着 所以他会选择坐起来陪你聊天 因为对他来说 晚一点睡又会怎么样 因为爱你才是他的头等大事 好的爱情从来都是很简单的 他送你到公司楼下 说完了再见之后 偷偷在你的额头上亲一下 下班的时候 也会牵着你的手一起买菜做饭 你陪他看球赛 他陪你看电视剧 你上班太累 一个不小心 在他的怀里睡着了 他会悄悄地将你抱进房间 然后熄灯 一天又这样过去了 昨天刷微博的时候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在这个手机电脑普及的年代 那个认真陪你聊天 切而不舍 没完 说晚安的人 你一定要珍惜 因为现在只会嘴炮的人太多了 而且能够坚持 对你嘴炮的人少之又少 的确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相爱很难 是因为我们总是在寻找相爱的意义 而相爱的意义 从来都是顺其自然的 是每一次呼到晚安之后 会闭上眼睛情不自禁地 想象他此刻的样子 也是每一次打完电话之后 偷偷地缩在被窝里 回味着他的声音 我一直很喜欢生活大爆炸 第五集最后一集里 希尔顿在霍华德婚礼上的指词他说 人穷尽一生 追寻另一个人类的故事 我一直都无法理解 不许我自己太有意思 所以无需他人的陪伴 所以我祝福你们 在对方身上得到快乐 与我给自己的一样多 我这么执着 又恳切地迷恋你 正是因为我确定 你给我的快乐远远超过了 我给自己的那一份 如果和你在一起 比我一个人要好太多 那我为什么要放弃你呢 所以你尽管向前走吧 我会一直默默地在你身后 我或许没办法 为你做太多的事情 但我会陪着你部分昼夜 也会陪着你日出日落 你在哪里 哪里就是 我要找寻的那个归宿 所以谢谢你陪我 不管有多晚 我都会等你的那一句 晚安 是慢的 我的心里 是慢的 和尽快乐 百分之流 午后 我一个人散步 一个人和小鸟说话 一个人看一棵植物 一个人回家 我一点也不孤单 我的心里是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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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里我一个人读书 一个人抛上 一个人听雨声 一个人闭上眼睛 我一点也不孤单 我的心里是满的 我的心里是满的 我一个人是满的